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由于设备出现故障 数据超压缩形成的假象 这一说法激怒了热衷于UFO的网友们 并痛批美国宇航局一直以来企图掩盖外星人存在的事实 就在大家展开激烈争论的同时 一名眼尖的网友在2012年5月3号13点19分41秒的太阳图片中 在太阳的上方发现了不明飞行物 但目前美国宇航局官网已将这张图片下架 无从靠正 愤怒之余 人网友在本月将图片制作成影片上传网络 并指出这个不明飞行物体极有可能就是4月24号 出现在太阳左下方的那个不明物体 尽管美国宇航局把太阳周围的这些不明物体解释为太阳药斑或是设备故障造成的 谷歌地球2012年5月15号拍摄更新的图片里出现的异样场景 却足以让世人为之震撼 在这个视频里您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太阳的附近出现了类似地球上电源线的巨型电缆 这些神秘电缆跨越空间的距离非常广阔 这到底是什么呢 它们是用来获取太阳的能量 它们是电缆线 它们是航标 它们是通往外层空间的星门 或是用来传输暗物质的广道 近年来美国宇航局太阳图片里的不明飞行物是不是与它们有着某种关系呢 这一切已经超出了目前人类知识的范围以外 也许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再为有没有地外文明而争论不休了 谢谢大家